在今年4月接獲正信婦女報案 指稱她在4月間接到醫院護士來電 說她的健保卡遭盜用 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中 後續又接到賈檢察官的電話 說她的健保卡遭盜用 目前案件正在審理 需要她去將銀行的錢提領出來 交由司法人員來監管 不然帳戶會遭凍結 於是這個鄭姓婦女一時害怕 就陸續到銀行郵局 把她的錢一共160萬提領出來 交由這個詐騙集團的車手來提領 讓這個詐騙集團詐騙得成 本局獲報之後立即組專案小組 經過數月的追查 丟業監視器以車追人 發現住在桃園市新屋區的羅姓少年 設有重險 於是申請所有票前往查契刀案 並當場查獲她作案時所著的衣物 經這個羅姓少年的供訴 她在今年4月間參加了詐騙集團 擔任這個車手的工作 每次詐騙得成都可以分到3%到15%的報酬 並後續供訴一些詐騙集團的首腦 於是本分局分析研判後 掌握以唐姓犯賢為首的詐騙集團 共8人陸續查詐刀案